虽然现在AJ迪邦伞还是四大体育媒体的二五届全美第一 但谁才是真正美高篮球圈的最强选手 昨天已经有答案了 在顶级邀请赛 一外贝尔PGerm的决赛中 最强新二代堪布泽尔帅队 以71比62战胜由AJ率领的Soldiers 成功拿到冠军 他全场出战32分钟 8投7中 3分球1投1中 发球4法4中 超高效地砍下19分 10篮板5出弓3封盖的数据 其表现可以说无可挑剔 大家好我是Terry 身高69寸206公分 体重近110公斤的堪布泽 实际上比跳过级的AJ还小半岁 但他的履历可以用经验来形容 率队弗洛里达州三连冠 率队EYBEL三连冠 23年非把U16美洲杯MVP 24年U17世界杯MVP 23年加德勒全美年度最佳球员 连续两届弗洛里达州篮球先生 和23年美国篮球先生 但过去的半年 不管堪布泽打出什么样的统治级表现 仍然被四大体育媒体 稳稳的按在全美第二的位置上 让很多球迷认为实在有些不公道 难道就是因为AJ的潜力大 至于堪布泽的双胞胎兄弟 Kaden Buzer 本场也有十多四重 拿到八分七助攻 只有两次失误 24期体育球摊总监表示 Kaden Buzer是全美最被低估 和最稳定的控球后卫之一 这些年来他站在自己的兄弟身后 甘心作为配角 为其在球场上输送炮弹 而当球队需要Kaden Buzer站出来 命中远头和打进突破上篮时 他也绝对可以完成任务 虽然两兄弟现在还未做出大学择校承诺 但那些低外名校一般发出offer 都会一下子出两份 试问谁不想一口气拿下 二五届的最强的外线组合 去提升球队的战力呢 至于输球的搜之死这边 AJ砍下全场之高的25分 但效率一般 26投10中 3分球7投2中 罚球3罚3中 此外还有6篮板2封盖的贡献 而26届全美第一 恶棍Terence Dox 则打了32分中 19投8中 3分球3投2中 两封盖的数据 进攻端效率要高过AJ 从世界杯到EYBL 恶棍一直和AJ 泡在一起训练和打比赛 他已经证明了自己 甚至可以同25届的 一票顶尖球员同场竞技 并不落下风 这位07年10月出生的选手 拥有67寸200厘一公分的身高 超过110公斤的体重 身体素质相当的夸张 他被认为下赛季 有机会选择跳级 让25届变成三强争霸的局面 接着在EYBL16U的决赛中 来自于芬兰的独角兽球员 梅凯·马瑞奈成为全场的明星 他竟出战22分钟 11投8中 3分球7投4中 罚球1发1中 砍下22分三篮板两封盖的数据 帮助布拉德利比亚尔队 战胜克里斯保罗队 这位身高6010寸208公分的26届选手 拥有出色的静态天赋 不足的动态天赋 还有非常全面的身手 今年夏天进步尤其的大 在PGGIM中 场均可以贡献17.8分 投篮命中率61.8% 3分球命中率50% 罚球命中率90% 而更让人瞩目的 则是米卡不仅进攻才华出众 他在防守端也有很强的威慑力 算在四大体育媒体上 米卡都还是四星高中生 但安瑞体育已经将其率牵 放入26届全美前十 因为他是同届最好的大前锋 下赛季才胜高三的米卡 很有希望在高中毕业前 与四大体育媒体上都挂上五星 最后EYBL15U决赛 算演不可思议的一幕 威少的Team Ynot在最后被对手投进三分 落后一分的情况下 对中后为Dylan Oskat命中超远三分 完成准绝杀 这是他全场唯一一次的三分出手 Team Ynot神奇的拿到了冠军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